北冰南展西阔东进 中国推进冰雪运动发展战略 离不开民众的广泛参与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临近 全社会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潮也在不断升温 作为一年后冬奥会的举办地 北京的冰雪氛围浓厚 在首都体育学院契摩华兵馆 已从事职兵工作六年的职兵师周军 早已习惯了和冰念打交道 虽然从小生活在南方 很少接触冰雪 但自从在电视上 看到苏德华兵选手比赛时飞奔的身姿 他便对冰雪事业产生了兴趣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豪感 就是说为咱们国家体育健而服务 也算是一种荣誉 虽然说个人可能不能够像运动员一样去参加比赛 但是我觉得能够为运动员去服务 能够为咱们冰雪事业做一份贡献 我觉得也是一件蛮光荣的事情 距离北京2000公里外的贵州省六盘水市 当地的预设滑雪场 在这个冬天迎来了70名学生运动员 他们是从贵州多所中学选拔而出 来到滑雪场参加越野滑雪项目集训 2019年贵州省体育局制定出台了相关政策 从加快群众冰雪运动推广普及 广泛开展青少年冰雪运动等方面 推动当地冰雪运动发展 平常自己会关注冬奥和滑雪项目 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 来到这边有了专业老师的指导和老师的带领下 体能和动作这方面都有了更好的培养 比以前好了很多 好好训练能走上更高的领域 在中国西部城市西宁 冰球教练傅磊通过自己所带队伍的成长 建成了当地冰雪运动持续走热的过程 组建冰球队的初期 傅磊只招到了19名队员 参加系列赛时 相同年龄段的队员都凑不成一支队伍 如今西宁的冰雪氛围日渐浓厚 接触冰球的青少年也越来越多 现在他的球队已有130名队员 西宁这个冰球队呢 优势在于孩子的肺活量 因为这个地方属于高反的地区 还有孩子从小的饮食啊 吃牛羊肉啊身体也很强壮 身体素质也很高 我希望我的队员呢 就是能为2022冬奥会做出一点贡献 也希望为每一届的冬奥会 都能做出贡献 也为中国冰球发展的未来 体现出一丝的力量 西宁所在省份青海省 长江在此发源 一路东流至上海入海 在长江的两个端点上 冰雪运动开展的同样火热 每年年末 上海市中小学生冰上运动会 都会吸引当地各所学校学生 踊跃参加 作为上海唯一的校园冰上赛事 运动会设计花样滑冰 冰球短刀速滑三个大象 比赛项目将团体与个人 技巧与趣味相结合 那时候大家只是来体验冰 还没有开始 没有只是刚刚开展冰上运动 所以你看不到专业的这个选手 然后五年下来 你看今天我们有花样滑冰 短刀速滑 还有冰球的表演和比赛 开始有点开花结果的感觉 据悉截至2018年10月 全国各地已建成雪场800多个 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有5000万人 2019至2020年冬季 全国约有1.5亿人参加过冰雪运动 在北京冬奥会的东风下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 正逐渐变为现实